天亮請睜眼 一號請發言 喔 大家好 我是衝衝衝 昨天晚上我拿到預言架 我用我頭上這顆水晶球 查到了二號韓先生 二號請發言 剛剛一號 說我是狼人 我怎麼會是狼人 我頂多 只是一個不太受歡迎的人 我覺得政治人物特別適合玩狼人殺 尤其是那些立法委員 你們想一下立法委員平常的工作是什麼 跟狼人殺是一模一樣 就是在開會的時候站起來 說自己多麼多麼的好 然後說別人多麼多麼的壞 最後大家一起來投票 而且你仔細回憶一下 立法院的座位也是扇形的 我試著幫大家模擬一下 真的 政治人物玩一定比一般的藝人玩精彩 天亮請睜眼 一號請發言 喔 大家好 我是唱唱唱 昨天晚上 我拿到預言架 我用我頭上這顆水晶球 查到了二號韓先生 他是狼人 我們等一下全場一起投票 把他投出去 大家說好不好 2號請發言 可憐呢 剛剛1號 說我是狼人 我怎麼會是狼人 我頂多 只是一個不太受歡迎的人 他說他有水晶球 我就沒有嗎 他又說要把我投出去 我就問 到底要把我投出去幾次 3號請發言 我是覺得 這個1號2號 都不是好人 我等一下兩個選一個投 那這一局大家不要投我沒有關係 2024再投我就好不好 給氣球吃光 眼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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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博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一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一潔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快 看什麼看 快聽了 快聽了 哈哈